大家好 歡迎大家回到劉振峰生活頻道 今次我們要教大家如何化財稅 2023葵卯年化財稅的大傳 今年犯財稅的生肖有兔、雞、鼠、龍和馬 很多人會很奇怪為何每年都這麼多生肖犯財稅 其實犯財稅只是一個統稱離車 稍後我會簡單解釋一下它們之間有什麼不同的分別 如果你不想這麼詳細知道 只想知道如何化財稅 我會在下面貼一條timeline 你直接去看你犯財稅的生肖如何化財稅就可以了 而且在今天的影片中主要是教大家如何化財稅 而每一個生肖的2023年詳細的生肖運程 我之前已經拍了影片 我在下面會貼一條link 大家去找自己所屬的生肖 去看自己的生肖運程 每年都會有人有這個疑問 為何每年都這麼多生肖犯財稅 其實犯財稅只是一個統稱 我現在就講解一下 首先我們看到右邊的圖 我們就排列了十二生肖 用順時針方向 你發現鼠是第一個為首的生肖在我們右下角 順次在鼠牛虎 吐龍蛇 馬羊猴 雞狗豬 其實鼠是十二地支裡的子的代表 所以你會在我的表裡 生肖旁邊看到一個細小的字 就是他們的十二地支 就是子、醜、人、貌、神、智、五味、身、有、率、害 這個表很有用 因為用這個表 我們可以看到哪些生肖在哪一年會犯財稅 好,我們簡單講一講 2023年我們是兔年 所以第一 兔自己 我們叫做太歲助名 就是直太歲 就是第一個犯太歲的生肖 然後呢 先畫一條車 跟它相對的 我們穿的中心點相對的 你會看到是雞 雞就叫做沖太歲 第二個犯太歲的生肖 然後有一個比較要留意的 我們一樣叫做太歲相合 即是跟你的生肖 即是你的生肖和那年的生肖是相合的 是橫線的 兔 我們是跟狗的 一是橫線 狗就叫做沖太歲 如果牛就跟鼠 虎就跟豬 龍就跟雞 蛇就跟猴 馬就跟羊 兩個是互相配合的 叫做沖太歲 沖太歲就是相合 今年會好運 所以狗是屬於好運的 但是呢 而跟狗 雙沖的生肖 我們穿的中心點 對角線矩 就是龍 龍在套年的時候 叫做沖太歲 因為它傷害了跟你相合的生肖 叫做沖太歲 如果你沒有這個表的話 沖太歲 其實你看到 我們叫地之六害 是有一倍的 紫尾傷害 醜悟傷害 卯神傷害 身害傷害 有率傷害 和人治傷害 總共六個傷害 但如果你有這個表的話 你找到雙合的生肖 和他相衝的 就是叫做 雙害害太歲 然後還有 我們叫三年六充 和那年的生肖 相隔三年 都會被衝到 套 我們順數三年 龍、蛇、馬 馬 叫做破太歲 逆數三年 虎牛、鼠上回去 叫做形太歲 我們現在總共找了這五個 犯了太歲的生肖 我之前有說過 其實我們很多時候會用 左手算法 什麼叫左手算法 我放一個表 大家容易看些 用左手 無名指 最底的節 我們叫指 就是鼠 順時針方向去數 每一個指關節 圍了一個圈來數 子醜人貌 神智五味 身有殊害 就是剛剛好 十二地之 就是鼠牛虎 吐龍蛇 馬讓喉 雞狗豬 有時候有些朋友在街上看到師傅 問有什麼生肖雙充 有時候師傅一下不記得 都會用左手算 數一數 就會知道有沒有雙充 我們簡單說了有什麼生肖 會在今年二零二三年犯太歲 怎麼看法 下年你又可以用這個方法 看看超龍的時候 哪些生肖跟他雙充 雙破 或者哪些是直太歲、形太歲 很簡單 拿左手出來 算一算就找到 不記得再看我這片一次 再學一次 首先我們說一下 二零二三年第一個 梵太歲的生肖 就是超兔 因為二零二三 葵卯年是超兔人的本命年 就是跟他自己的生肖一樣 我們叫做直太歲 或者叫做太歲助名 就是我們俗稱梵太歲 代表什麼呢 代表生活上會出現不少的變化 還有有很多事情需要你處理 整體的運勢起伏比較大 所以需要特別留意 范太歲說的是容易有些 引致你很擔心的事 精神散緩 心髓不靈 以及不容易集中精神 在日常生活和工作裡 都會有機會遇到繁心的事 同時也代表生活上 感情上出現變化 幸好在二零二三年裡 超兔人的整體運程 其實比去年 即是二零二二年好很多 總體運勢其實走勢不錯 我們有所謂 太歲就當頭座 無喜就恐有 所謂一起黨三災 其實我們可以化解到太歲 今年超兔朋友 你犯太歲的時候 容易有手腳損傷 今年特別多血光 提議你年頭的時候 可以去捐血 或者去洗牙 讓你流血 化解了部分的血光之災 自己不要割手 這些傻事 捐血洗牙 捐血可以做好事 另外也提議可以用傳統的化太歲方法 用紅繩穿著肉狗 配戴在身上 如果你不喜歡帶肉狗的話 可以帶羊和豬 但是羊和豬要一起帶 不要帶一隻 可以幫助你合太歲 另外傳統上 都會在年初的時候 去太歲廟化太歲 以求平安 待會我會教大家如何化太歲 在這段影片裡 我們只是講了 超兔朋友 在2023年犯太歲要注意的事項 如果你想知道詳細的生肖運程 記得去我頻道裡 看回十二生肖的詳細運程 我會貼連結在下面 大家留意 接著我們講一下 在2023年 另一個犯太歲的生肖 就是超雞的朋友 2023年我們叫卯有聰 是超雞人士被卯兔所聰的 我們叫陸聰之年 又叫做聰太歲 代表生活上有變化 亦代表容易失言 而引起一些是非 在我過去經驗來說 充太歲是所有犯太歲裡 比較嚴重的一個 因為充太歲同時代表 在人生裡 大事容易有重大的轉變 例如轉工、置業、搬屋、結婚或分離 尤其是感情關係最容易受到影響 通常都會在充太歲那一年 遇上感情關口 關係不盡則退 如果沒有結婚計劃的情侶 通常都會感情不順 嚴重的甚至會分手 因此 超雞的朋友想穩定關係 今年要主動出棘 即是在拍拖的人 包括訂婚、結婚 結婚的可以選擇添丁 或者如果你做不到這些 如果結婚的朋友 可以選擇最少離多 避了些劫去 相反 單身人士就會有機會拍拖 但是 因為充太歲這年才開始拍拖 通常就不會很穩定 而且千萬不要太衝動 今年又結婚 閃婚就不好了 超雞朋友要留意 加上空聲的影響 整體運勢 今年是一般 今年要有心理準備 運程由好變差 詳細的運程 記得去我頻道 看超雞的十二生肖詳解 記住 我會貼一條旁在下面 今年會有一種落樓梯的感覺 即是慢慢走下去 越來越差 加上因為破稅 和戴好這兩個空聲同時出現 說的是金錢上的損失 所以今年 留意容易破財 也提議你可以用傳統的方法 去幫你發財稅 發財稅求平安 以及配戴紅繩穿著的 玉牛和玉蛇 兩樣一起戴 因為今年跟你雙俠的生肖 都是犯太歲 所以戴是沒用的 所以就戴玉牛和玉蛇一起戴 用太歲三合的力量幫助你 接著我們講一下 在2023年 歲型的超屬朋友 熟屬的朋友 在2023葵卯年裡 我們叫做太歲雙型 歲型會令你有比較多的是非 會糾結在是非矛盾的困局裡 很難擺脫出來 心理壓力也比較大 所以要懂得自我調節心理 這樣就可以多些和其他人交流 即是聊聊天 和參加這些團體活動 加強人際關係 來減輕歲型對你的影響 由於今年你有三個特別的空聲 搞殺、捲蝕和鹹齒 今年裡要多加小心 事業上的是非小人 以及有色情之災 所以特別要留意 事業上千萬不要過路鋒鋒 平時低調些就好了 超屬的朋友 如果你想知道你的詳細生肖運程 記得去我的channel裡 看回超屬的十二生肖運程 另外 刑太歲同時有刑罰的意思 如果加上你本身大運 走大運的時候 大運不順 超屬的朋友 還有今年特別容易出現刑罰官司 而女士更容易出現 因為丈夫犯官非而入獄的兇事發生 講述你的丈夫 有些化解方法 師傅偷偷教你 如何利用犯一些輕微的官非 去化解部分官非刑罰之災 什麼叫輕微官非 當然不是叫你殺人放火 譬如去政府圖書館 故意遲些還書要罰款 或者圍禮泊車 讓你有些收下罰單 不要去衝紅燈 圍禮泊車好了 都是罰些錢給政府 我們都視為一種官非 另外 亦都可以用傳統的方法去化太歲 幫你減輕太歲的影響 可以在年初的時候去太歲廟 化太歲求平安 我稍後會詳細教你 如何去做 另外 可以佩戴紅繩穿著的肉牛 或者帶肉龍和肉猴 要不就帶一隻肉的牛 帶在身邊 幫你化解太歲對你的影響 接著說一下肖龍的朋友 今年肖龍的朋友和卯兔 叫做卯神傷害 即是所謂的害太歲 主要是說口是是非 小人暗害 和同事妒忌 害太歲的影響 主要是針對人際關係 只要處事江明理朗 謹記小說話多做事 一般都可以化解 而當你做事的時候 很多時候 在快成功之前 都會有些挫折 但只要比較努力 留心一點 都可以克服到 今年的家事煩惱也比較多 即是家裡的問題 會遇到一些比較難處理的問題 要慢慢解決 海太歲本身的力量不大 影響也只屬輕微 今年肖龍朋友在事業上 比較有利打工仔 即是打工運 還有有利離鄉去海外發展的人士 因為去年有逆馬星 今年再加個海太歲 比較有利海外發展人士 如果肖龍朋友想知道你詳細的生肖運程 記得去我的channel裡看回 肖龍朋友的生肖運程 我會貼到連結下面 還有一般來說 我們可以用傳統方法去幫你化太歲 減輕影響的 年初的時候可以去太歲廟 化太歲求平安 我稍後會詳細教怎樣化太歲 還有可以配戴用紅繩穿著的 肉猴和肉鼠 一起帶禍鼠和喉 帶身上 都可以幫你減輕了害太歲的影響 很多朋友都以為 超馬的朋友在2023年是犯太歲的 其實是所謂的破太歲才對 破太歲顧名思義 有破壞的意思 代表人的關係容易破壞 和容易和人反目 因為煩惱也比較多 情緒不穩定 特別容易招惹是非或官非 財位上留意 都要知足設計 好勝不知書 無論是炒股票也好 另外 比較多一些小是非 有一點點挫折感 但相對來說 比犯太歲 比真正的充太歲 助太歲輕微很多 今年記住 放開懷抱 不要容人自擾 破太歲其實只是生活的變化比較多 只要謹言慎行 就可以避免禍從口出 詳細的生育運程 也是 超馬朋友記得回到channel裡 看超馬的十二生育運程 詳細解說 我會貼到下面的 另外 可以提議用一些傳統方法 可以幫你化太歲 就是年初的時候去太歲廟 化太歲以求平安 以及配戴用紅繩穿著的肉羊 或者老虎和狗 老虎和狗都一起戴 單獨戴就戴羊 記住 我們現在就教大家 如何去化太歲 傳統的化太歲方法 就是我們的涉太歲 或者拜太歲 先給一些吉日吉時參考一下 第一個吉日 就是2023年1月27日 即是年初六 但那天是衝突 超套朋友不要那天去 吉時 早7點至早9點 以及早11點至下午1點 計的時間是拜太歲的時間 所以出發去到那裡 7點至9點才開始拜就OK 或者11點至1點都OK 第二個日子 2023年1月30日 年初九 那天是衝馬 吉時是早7點到早11點 就是你最佳的化太歲時間 另外就是2023年2月5日 即是2023年1月31日 年初十 那天是衝羊 大家要留意 吉時是早7點至早9點 或者早11點至下午1點 都是吉時 記得熟羊的朋友不要那天去 其他日子可以 吉時早7點至9點 11點至1點 就是你最佳的化太歲時間 另外就是2023年2月5日 即是正月15日 那天是沖鼠的 熟鼠朋友記得那天不要去 吉時早9點至11點 或者下午1點至3點 記住這四個日子都是好日 配上自己的生肖 那天去 如果你家裡幾個人 剛剛那天沖了 可能你選一天 每一天都是沖其中的生肖 那就不會出現沖了這麼多生肖 你自己走時間 另外 拜了太歲 攝完太歲 記得要還 通常在年尾的時候 如果你2022年有攝太歲 就在今年的冬至之前 記得去還太歲 冬至是12月22日或23日 如果是2023年 你拜了太歲的話 記得2023年尾 即是12月22日 即是2023年聖誕前 還回太歲 步驟很簡單 跟普通華人一樣 你去太歲廟 預備好生果香燭就可以了 記住了 接著講一下 放太歲時候 一個簡單的程序 詳細其實你可以去太歲廟 也有教你的 但讓你事前有些預備的東西 首先 要去有供奉太歲的廟 如果在香港 你來幾間而已 另外可以在廟外 買一份太歲衣 其實你去普通的醫治店都有的 在太歲衣上 寫自己的名字 年齡 出生年月日 另外 接著去到 六十太歲的統領上香 通常 現在很多太歲的 都不給蕭香燭 你看到時候他怎樣做 總之第一個 先拜了統領 接著去當年太歲 即是說 2023攜卯年 太歲叫皮屎 又叫皮喜 你找回太歲 先去上香 接著 你自己本身的太歲 對應表 不是生肖這麼簡單 有六十個太歲 看回那年的天干地支 來對應 通常太歲廟裡 都有個表 你自己找回 相應那年 接著在自己所屬的太歲上香 然後 逐一順次 一路 全部上香 完成之後 將你的太歲衣 去補盆化出去 就可以了 記住 攝了太歲之後 年尾幾六 還太歲 除了擺太歲 所以傳統上 都會有風水補局 可以幫你化解 減輕太歲的影響 今年 太歲 在東邊 碎破 即是西邊 即是沖太歲 記住 在家裡的正東和正西 今年都不要動土 即是不要裝修 要整結整齊 記住 移静 不移動 還有 今年家裡的東位 可以放一隻 黑色的狗 擺設 配合 幫你化解太歲的影響 記住 擺放時間 就是納春之後 即是 2023年的西曆 2月4日之後 就可以擺放 今次的2023年化太歲攻略 來到這裡就說完了 記住 如果你想知道 十二生肖運程的詳細解說 記得去到我的channel 找回你自己的生肖運程 今次的影片來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看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影片 請你Like Share 以及訂閱我們 訂閱的時候 記得按下旁邊的小鈴 選擇全部訂閱 這樣我們一有新片 就會通知你 如果你對影片的內容 有什麼不明白 或者有話題想我們說 又或者想說說你的意見 歡迎你們留言 你的支持就是我們的動力 多謝大家